什么样的土养花最好啊 不止一次的跟画面没提到过 你像我们棚里面就非常的简单和粗暴啊 都是用到的进口的土 不止一次的说啊 之所以进口 是因为要从地上挖土的话是犯法的 所以说只能进口 给大家看一下这种土吧 那这边呢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的 我们大棚里面用到的土 有个画面这不是品质吗 不光是有品质啊也会有K牌 这边呢就是大汉的老K了 还有一些卧松 这里面呢主要都是一些泥碳土 当然了这些土呢 我们也会同时用来牵插育苗 全部都是用这种土 那这个就是打开包装以后参办好的了 这些个就是泥碳土 像有的话说 老K1什么是泥碳什么是炒碳啊 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内部啊 严格意义来说啊 这种进口的呢都是以泥碳为著称 为什么说要叫泥碳呢 因为泥碳它是一种燃料啊 也是按照燃料去进口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 而炒碳呢就是咱们东北那边 也有一部分能够 不知道是合不合法 能够开采出来的一些个腐质土啊 它是称之为炒碳 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些个土的颗粒呢 是比较细碎的 而进口的这些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快装物 这些个快装物呢 都是有一些个苔藓的这种包包啊 这些个有的话说 有这种快装物是不是不好 因为这些快装物呢是好东西 这是泥碳特有的 这是苔藓包 这个东西呢 营养会更加的丰富一些 就是我跟有些花友们说 我说你如果外行的话呢 你就把它叫为营养包就行了 当然了也会有一些个树枝啊 有一些个那种杂质啊 这属于很正常的 因为这种是一个植被啊 苔藓啊植被啊 以前热带雨林啊 沼泽地带啊那种植被一层一层长起来 然后啊 因为气候变化啊 或者是地窍运动啊 被压到地下 然后呢就形成了这种土 这是发酵好几千年才会形成这样子的 所以说臭宝们要盖着这个点 这的话 如果老板一我看有用椰康的 有用松针的又怎么回事呢 椰壳是什么东西 椰壳是什么东西啊 其实呢椰壳 就是椰子壳啊 切碎了之后的东西 这种叫椰壳 里面这种细碎的叫椰康 嗯 松针咱们也是跟椰壳一个道理 椰康这些东西 它在我们园艺行业里面种花的时候呢 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替代作用 因为这个东西很便宜 好吧 这个东西除了便宜 还有一个就是无菌无虫卵 也可以用来当植料 比如说华尔文也要盖它这个点 椰壳呢在印度那边都是没人要的 而松针呢 大家都知道从山上就可以扒拉下来 发酵好之后呢 跟泥碳掺到一起 或者说 不用掺泥碳 直接种花呢 也同样是可以的 但是有缺点啊 不发酵腐熟的话 会对花不好 还有一些呢就是颗粒 当然了也会有一些个颗粒啊 你像一般种多肉的时候呢 都会用一些个颗粒土 这些个呢就是我们参办的这种 种多肉的 像这种种多肉啊 盆景啊 就会用到颗粒比较多 而里面有一些个颗粒呢 就是像赤玉啊 鹿爪啊 都是一些个比较发烧级的 就比较高端的一些个花友 种一些高端的资料 会用到这些东西 所以说呢 这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那我们一般大棚里面养一些花呢 大部分的一个呢 就是会用到直接就用纯泥碳的 长出来的根系 也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比较霸道的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种 根系会很霸气啊 有些话说 你一看究竟是个啥 其实呢 书上面说过 这个东西呢 就是腐质土 就完事了 你不用非得理解 那么那么牛 好吧 就是腐质土 像我们呢 一般就是用一些个珍珠盐 火山盐 再弄点智食 稍微一餐吧 就是传说中的 通用型的配方土了 之所以不用椰康啊 不用松针啊 主要是那东西便宜 你们可以自己去获得 好吧 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土简单的 也就给大家叨叨了一件事 所以说花儿门也要盖它这个事啊 所以呢 不论养什么花啊 用土 我们大棚里面 现在只要上点档次的大棚 90%的都是在用这种泥碳中 像土的话呢 大部分的一些个商家呢 也都会参一些个 像椰康啊 和松针啊 很少有这种 不参椰康和松针 用纯泥碳的 像我们棚里面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也会去上椰康和松针 来降低自己的成本 当然那臭宝 自己选择就行了 好了 我是老花一 眼花追赚一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